互联线老人会20号的上午 举办了113年度市长杯歌唱颈标赛 而总共有28位的会员报名高歌一曲 而市长为家宴是亲自出席给长辈们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在比赛当中勇敢表现 并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生活增添乐趣 长辈们擅装打扮拿起麦克风站上舞台 带来一首首筷子人口的经典歌曲 这次花莲县老人会20号上午所举办的 113年市长杯歌唱颈标赛活动 总共吸引到28位会员报名标歌 他们的心情万般非常的高兴 包括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市长年年在关注我们 所有一些老年家都非常的活跃 所有的不管是赚球 桌球还有歌唱比赛都非常的帮忙我们 而市长为家宴也亲自出席给予长辈们加油勉励 希望大家在比赛中勇敢表现 并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生活增添乐趣 在这边也要跟我们说现老的长者们说 其实我们现老的活动 施工所这边也都全力的支持 那也更希望说我们更多的长者都能够出来动一动 那我相信其实在COVID-19之后很多的人都改变自己的习惯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些活动中心 一些据点都能够来参加社区内的一个活动 那包括市老县老 其实所有的活动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那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选手 跟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都能一切平安 那竞赛的选手都能有好的名次 这次的比赛分为长青组及健康组 并以台语、国语、客语三组进行 各组部分男女都会陆去关亚季军 并各去两名优胜 透过活动也为长辈们找回青春与活力 记者徐提琴欢迎新报道